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ke大叔 今天就來到基隆市的阿本活海產 這是這間店證明的樣子 原本我們想要試那個環港花海鮮 他今天沒有活的卵絲 所以今天就決定改吃這一家 這是這間店證明的樣子 可以看到都是活的 那我想問一下那個卵絲大概一隻多少 如果查西米的話 那個差不多是五百塊吧 喔好,那可以 五百塊上去 然後你可以種到地步裡頭的 你可以用山炭的 OK 然後還可以炒墨裡面的 喔這樣 就炒墨裡面炒一片的山炭也可以炒一片 喔好,那我們秤一下 我們現在就抓出來啦 那就換別的器去抓他 嗚呼呼 好,嚇到噴墨汁,整個水變黑黑的 撈不到了 啊,抓到了,又跑掉了 又跑掉了 喔,終於抓到了 一兩七十五百塊 那就照秤了 一兩七十五百八 呃,好 五百八,現在就剩一片 好 頭用燙的 噢,好 好 好,現在就照到了 哇掉掉,哇掉掉 剛剛跑好久 然後這一隻五百八 好,就決定是他了 拍誰 然後那個 花蟹 花蟹 啊,你要秤一下 啊,你要秤一下 啊,再一次的話 再一次的話 再一次的話 三點一隻 三點一隻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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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本身花蟹 這就是母的有蛋 有蛋 對 還是三點蟹好了 我公一母好不好 吃吃看 都母的好啦,沒關係 OK,好 好,其實我目標是他 好 好好 六百五 哦好 你要炒的是 清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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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哇,跳條 哇,跳條 啊 輕衣如果一條是多少 看一下價錢 哇,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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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眼神的 OK 超級火藥的 超級火藥的 都很合 今天很冷 七百五 哇 好,再來就是選其他的好了 最後分題是兩半的 然後是海菜可以炒配兩半 我們再看一下 啊 胡椒鳳梨 啊,胡椒鳳梨 啊,胡椒鳳梨 還是你要吃七菇 我以為我吃 呃 七菇吃光 鹹酥的 鹹酥的 這安蠍 不吃啊 這是海瓜子 海瓜子 海瓜子一份是多少 海瓜子一份是多少 海瓜子三百五百五百 大小 啊,是我們炒海瓜子好了 那是兩百二百 海瓜子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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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做薩米嗎? 做薩米,頭是幫你用燙的 因為它頭沒辦法吃生意 好,那 點好了,那用餐區就還蠻大的 那等一下有空之後再去 照一下那個很有名的彩虹屋 好,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酒 好,那現在我們換個位置 這邊比較照得清楚 好,這剛剛都是活的 那吃看看 肉都不見 感覺就是青草的 很甜 很清甜 然後活的就是不一樣 除了這個蒜仁跟高正塔的味道 然後再來就是很清甜的味道 超級好吃 超級好吃 讚 好出啦 海港的滋味 朋友啊 讚 好吃 好吃 好不好吃 很鮮嘛 好,謝謝 好,再來這個軟絲頭 它用清燙的 原本它講說是墨魚麵 好,那這個就是 沙西米 看能不能照到會變色 好,它剛剛是活的 它剛剛是活的 照理講應該是會變色 應該是會變色的 好像沒有 好吧 好吧,就沾著吃吃吃看 啊,sorry 不好意思喔 剛剛那個 因為這個桌子有點滑滑的 所以還是倒下去 吃起來是很新鮮啊 吃起來是很新鮮啊 好像感覺不會變色 好,剛剛那個 蛤蟆吃起來是 滿分喔 因為這個海港 然後東西都很新鮮 OK 很好吃啊 只是 沒有看到我想要的 看的效果 OK 嗯 你要不要吃吃看 這有點新鮮啊 好 這種芥末吃起來就很新鮮 這個沙西米的 沾一點芥末醬油 好吃 它的肉很Q 好,總之很好吃啊 好,總之很好吃啊 這樣應該看得出新鮮度吧 但是只是不會變色而已 很新鮮很新鮮 好,因為 M嫂他們都不敢吃沙西米 所以就我吃了 好,很新鮮的沙西米 好吃 好,這個蛤蟆就很新鮮啊 剛剛講過 很好吃 好,那就回到剛剛這個 軟絲的頭 因為M嫂他們會吃這個 所以我就吃少一點 腳不吃啦 頭不吃啦 頭不吃啦 喂 好,那只要新鮮就是王道 它是有點五味醬 好吃 很新鮮 然後肉就是有點Q彈Q彈 Q彈Q彈 好,那分數就 九十分好了 然後再來是這個烏七媽黑的墨魚麵 應該是用這個墨魚的囊做的 然後再來是這個烏七媽黑的墨魚麵 好不好吃 很新鮮嗎 很新鮮嗎 這可惜那沙西米也不會變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好吃 好吃就好了 好,那現在就吃吃看這個墨魚麵 感覺它好像是油麵 嗯,是油麵 然後裡面就是充滿了這個墨魚的墨汁 好,這個只有在海港才吃得到 很特別啦 就是滿鮮的 應該還有一點洋蔥 嗯,好吃 好,等一下再問他 很少他們要不要再吃了 反正這個 有一些東西就是海港才吃得到的 嗯,不錯喔 特別 好,那分數九十分 好,它就是那種炒麵墨魚版 又來一次 好,不好意思喔 今天感覺有點不太順 可能是這個桌子的關係 因為它 上面這個會滑 好,那總之這個是炒麵 就是那種普通的炒麵 有肉絲跟高麗菜的 然後是墨魚的 墨魚汁的 墨魚汁的 看起來非常有震撼力 然後但是 很台式的口味 嗯,好吃 然後再少吃一下這個新鮮度 怎麼樣 很新鮮 嗯 好吃 很鮮甜 然後 補味醬 百分 好,再來就是這個 本日主角 三點蟹 好,現在就試試看 有蛋 要吃蛋嗎 好 好 好,就試試看喔 好,剛剛 手機倒兩次就不好意思了 它有沒有撿到啊 好 就這個 好,那就用比較粗暴的方法把它切成兩半 好燙喔 照理講應該是有剪刀吧 沒有,這個是蟹角的啊 好 吃完了 好 那就這樣吃吃看 好 那就蠻多黃的 很新鮮 好吃 很有鮮度啦 但是還是花蟹比較好吃 說真的 好吃的花蟹真的是感覺好像升天一樣 這個就好吃但是沒有到哇這樣 那分數我覺得是95分 那預算有限就是這個但是也不錯 成功弄出了這樣整整結的蟹肉 好吃 螃蟹蠻新鮮的 這一隻是公的 總之很好吃 那就留給妹妹吃 因為我們家妹妹喜歡吃螃蟹 好吃嗎 仔細的照一下 奇怪不過剛剛 薩西米好像切完了 就它那個肉不會變色 它那是黃 你說那個軟色 對 它還是白色的 還是白色的 那個變不了嗎 把它那個皮拔掉啊 皮拔掉 它有錢抹 OK 把那個 因為這邊是海港 所以什麼都是火的 好那這邊也拍一下 好大隻的石斑 謝謝 好那這邊是附近唯一的飲料灘 叫做茶水灘 好那再照一下這邊的 好那再照一下這邊的 好這邊是寫 無沙金海沙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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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等於是這個 好多種好多種 非常非常多種 好那這邊是另外一攤 那你還有什麼 紅梅 看一下 謝謝 好那這邊是另外一攤 這螃蟹很特別 野生海沙蝦 螃蟹家族 螃蟹家族 滾 因為我們今天比較晚來 所以有些已經收了 好大隻的魚 這是什麼魚啊 鵝鷹 鵝鷹 七星魚 好大隻 謝謝 有很多很多種魚 龍虎石斑 好大隻 這邊也是有很多很多的魚 活的剝皮魚 看起來好可愛啊 而且很討喜 吐水捏 怎麼長那麼可愛啊 這個好像是海鰻 那這邊就是 算是...不是活的 這個是活的 OK 這邊很多小魚 小小的魚 小小的魚 不過沒有說是什麼魚 這一攤是... 海沙蝦 這邊是有海蛤 跟牛奶蛤 這都是活的 這都是活的 在這個就是河豚 應該是沒有 這邊還有烤香腸 再來就是到了那個 彩虹屋 艾草說他想要跟我一起去看 所以那就等一下再拍 好那剛剛 來的路上我都會按暫停鍵 那走回去我就不按暫停鍵了 他說軟絲不會變色 哈哈 那今天那個桌子就比較不好意思 那個桌子滑滑的 所以倒兩次啊 好 那個年輕人也非常的多啊 好 那各位有機會來 就說真的是 活的海鮮會比較美味 但是 價錢上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先問好價錢 可能會比較保險 好美啊 好美啊 再來就走回這個 阿本 如果國外你有來過的朋友 你可以趁機回憶一下 唯一的一家賣飲料 喔好沒有經過耶 謝謝 唯一的一家也聰明阿 這樣大家都會跟他買飲料 好 好 OK 這隻狗很可愛 黃貴賓 很可愛 很可愛 很激動 大概比較少出來 OK 不好意思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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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本身是比較喜歡狗的 哈哈 哈哈 他是男生女生 喔 應該還小啦 好 那就打擾了 那種隻狗很可愛 好 OK很可愛 好 再來最重要是寫照的部分 多少 1660 1660 好 OK 欸 你要不要 教我們吃啦 欸 沒有看到了 OK 可以要吃 你出啦 活的啦 你出我出都一樣啦 我已經停止了 那個小獎都很弱 好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好 那在這邊這一段就是要拍海景 魚港好多車 後面那一段我之前曾經有拍過 所以我今天就是主要拍 前面的那一個 彩虹屋 大概還要再走一點路 好 這邊就可以傳掉 從畫面裡已經可以看到彩虹屋了 就在左前方 那我走過去再拍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一段拍應該沒有什麼意思 好 這個角落還有一點意思 就是這個 漁船 還有海 好 已經快到了 在對面 這邊小朋友走上去的叫做 和平橋 就這裡啦 這個就是目前最新的景點 彩虹屋 走到定點再拍 從這邊開始差不多可以拍了 我覺得 可以把這個彩虹屋看得很清楚 前面好多人 好 哦 大船出港哦 哦 哦 M嫂他們沒有跟過來 連這個都是彩虹的 就是七彩 好 不用錢的景點 不錯 看要怎麼拍會比較拍得到啊 呵呵呵 不要拍到 你怎麼拍得到 你怎麼拍得到 呃 前面阿飛 趕快找個角度拍一下 哇 下面好多 好多 好多年輕的女生 嗯 嗯 這個船一定要看清楚一點 好 那人的部分看一下就好 我們主要是建築物 好 主要是這個建築物啊 很漂亮 好 就希望我的影片讓各位能夠有一個這個 新鮮的感受 然後 開開心心的看我的影片 然後沒有什麼壓力 好 這個 漁港的人們一定也要看清楚 好 OK 該拍的都拍到了 我已經盡力了 朋友啊 那就希望各位有一個愉快的一天 掰掰